何老板的心中一惊 顿时起了几分敬畏之心 仔细地看了看这位老者 只见他白须飘飘 鹤骨心风 多半乃是得道的高人 虽然他不知道 为什么得道高人 看起来像是江湖相式 而那个老者身旁的少女 看起来是不以为然的表情 但想来 既然是高人 自然是自己这种凡人 无法明白的 若是自己明白了 那不是自己也成了高人了吗 想到了这儿 何老板的脸上 早就多了几分尊敬 是是是 这位客官 不不不 大师 里边请 老者答应一声 手持着先人指路的竹竿 当先大摇大摆走了进去 他身后的少女苦笑摇头 转头对着背后 那个背着包裹的男人说道 野狗道长 我们也继续休息一会儿吧 那个中年男人应了一声 也跟了进来 三人坐到一场桌旁 狗脸男子 将身上包裹 往旁边椅子上一放 发出了砰的一声 看来是分量不轻 这三个人 自然就是周一仙 和小桓 野孙两人 至于那个狗脸男子 便是练血堂 一系仅存的野狗道人 自从死则之意 结束之后 野狗道人就跟着周一仙 和小桓两人 浪迹天涯 四海为家 一开始的时候 周一仙对野狗 尾时看不顺眼 三天两头地 挑着野狗的不是 时不时就出言讽刺 而野狗道人不知怎么 仿佛是喜心革面 重新变了个人一样 居然听若不闻 仍是一路跟了下来 而小桓心底善良 看不过眼 多有出言维护 他年纪虽小 但牙尖嘴利 周一仙纵然是个 老江湖 却时常被他说得 无言以对 最好只好 接受这个事实了 幸好十日一久 他倒渐渐发现 野狗并非一无是处 比如 往常需要 自己背的包裹重物 如今呢 可以全部丢给 这个苦力 而且苦力在小桓 略带歉意的眼神中 居然没有丝毫的反感 反而很是高兴 至于其他的好处嘛 诸如野外行走 遇到野兽 行路见鬼 过山遇见强人 等等等等 自然也是派遣这位野狗大侠 一路摆平 一路下来 周一仙只觉舒畅之急 天涯路走了一辈子 还从未走得像这几个月一般舒服 恨止恨没早点遇到野狗浙斯 这段时日 他们三人重游故地 反正是浪迹天涯 什么地方都可以去的 走着走着 又走回了这条古道之上 野多亏周一仙 如惊鬼一般 竟然还记得何老板 这么一个在路边开小店的人 上来呢 就装扮了一回高人 吓得何老板一惊一乍 看到何老板对自己 毕恭毕敬的样子 周一仙大为得意 大模大样地点了几个菜 待何老板快步走开 前去准备时 他这才回头 正欲向小桓和野狗盗人 吹嘘一番 却忽然发现 小桓和野狗盗人的脸上 不知怎么 突然浮现出 不可思议的表情 目光是直瞪瞪的 哎 你们怎么了 野狗盗人 抬起来似乎 变得有些沉重的胳膊 向小店内中指了一下 你自己看吧 周一仙瞪了他一眼 转过头去 忽然身子也是一阵 这件黄昏残阳余光之中 最后一缕光线 从窗口落下 在小店的身处 那个昏暗的角落 趴着一个男子的身影 而桌子之上 在阴影之中 一只三眼猴子 正向他们望来 小桓愕然 嘀嘀叫了一声 小桓 把刚刚出锅 还冒着热气的菜肴 放在桌子上 喝了碗退回柜台后边 重新打开了账本 装作算账的模样 只是眼睛微微转动 在自立行间 不时悄悄地向着小店里 那些客人望去 周一仙 小桓 野狗 道人三人 此刻都已经坐到了 三眼灰毛猴子 小灰的那张桌子上 至于新点的菜 自然也送到 那张桌子上了 只是 他们都毫无胃口就是了 倒是那小灰 颇为开心 大口喝酒 大口吃菜 很是开心的模样 周一仙等三人的眼睛 此刻都没有望着小灰 而是默默地望着桌子一偏 正在趴着那个男人 小桓沉默扮上 慢慢地伸手 推了推那个男子 滚烈 那男子的身子 被他推动了一下 却并没有任何反应 旁边的周一仙 和野狗对望了一眼 面面相去 那男子的身材模样 自然就是他们 往日见的那个鬼力 只是 这曾经令无数人 闻风丧胆的任务 此刻竟然变得如此落魄 他们一下子 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怎么 变做了这个模样 这话你别问我们两个呀 周一仙的眉头一皱 转头 对着趴在桌子上的小灰 露出了笑容 小猴子 你主人怎么了呀 小灰的三只眼睛一起转动 向着这位 倒鼓先锋的老人看了一眼 没有什么反应 只有身后一条尾巴竖了起来 在身后摆动几下 片刻之后忽然是扑哧一声 从口中催了一下 大摸大眼地转过头 喝了一口酒 浑眉把这看上去 如神仙一般的老头 放在眼中 周一仙大丢面子 顿时脸上挂不住了 嘿死猴子 居然敢给我脸色看 反了你了 若是你惹怒了你家仙人 带我用仙法将你收了 压在青云山下 阵风个一千八百年的 我看你怕不怕 这话音未落 周一仙只听一声呼啸 眼前一黑 似乎有一雾当面冲过来 眼看着多闪不及 旁边小桓也惊呼一声 幸好从旁边伸过一只手 迅速无比地将周一仙推了一把 把老头推倒在地 周一仙猝不及防 摔了个四脚朝天 顿时将仙人模样 摔得七七八八 大肥狼狈 不过总算是因此躲过了 当面丢了那间巫师 这时 那东西砸了个空 飞出一段距离 就听着咚的一声闷响 砸到了小垫墙壁上掉了下来 却是个烧鸡的骨头 众人包括正站的远处 看着热闹的何老板 一起转过头来望过去 只见三眼猴子手中 抓着一只鸡腿 啃得不亦乐乎 只是不知道 这骨头是他用手扔出来的 还是直接用嘴吐出来的呢 周一仙只和那牙根痒痒 但他毕竟月历非同小可 知道这猴子乃是不出事的灵物 而且看他模样 似乎脾气是颇为暴躁 还是不惹为妙 再说了 这背后还有一个 嗜血闻名的主人鬼力 万一这家伙清醒过来 那更麻烦了 当下他骂骂咧咧爬了起来 怪眼一翻 却是冲着野狗到人 哎呀 你这次存情要我死 是不是啊 干嘛用那么大的力 推你家仙人呢 野狗哑然 若是依他以前的脾气 早就骂回去了 可是如今呢 狗一般的眼睛转了转 居然只是将头扭开 不理周一仙了 周一仙吃了个闭门羹 更是恼火 他正要再说什么 小欢已经在旁边 称了一句 爷爷 周一仙近年来 倒是对这个 牙尖嘴利的孙女最为害怕 当下是乐乐住口 但嘴中仍是低声的咕咕 显然很不情愿 小欢不去理他 转头望着小灰 露出了笑钟 小灰 还记得我吗 我给过你冰糖葫芦吃的 小灰的眼睛望着小欢 三只眼睛一起眨呀眨的 忽然点了点头 咧嘴笑了起来 而且居然连着尾巴也摆了两下 不知道是不是多年前 在青云山大烛峰 跟那只大黄穴的 想不到你还记得我 过来吧 小灰的眼珠子转了转 伸手到脑袋上 看样子似乎有微微的困惑 习惯性的抓了抓脑袋 不了 双手中一手拿着酒壶 一手抓着鸡腿 都不得空 索性干脆 用鸡腿 在毛茸茸的头上蹭了几下 留下了几点污渍 小欢是眼嘴轻笑 小灰望着他的笑容 也是咧嘴笑了笑 然后慢慢移了过来 来到小欢身前桌上 蹲了下来 旁边的周一仙野狗 还有远处的何老板 都看直了眼睛 小欢细细打了一下猴子 从怀中拿出一块丝巾 把你手上的东西丢掉了 三眼猴子正了一下 吱吱叫了两声 显然不是很情愿 小欢轻轻拍了一下他脑袋 快 小灰撇了撇嘴 将手中鸡腿放回盘子 还多看了一眼 然后刚要放下酒壶 却忽然又拿到嘴边 喝了一大口 这才放回桌上 怎么变得这么馋了 小欢说着 伸手将小灰两只猴手 都拉到身前 用丝巾 将猴子手上的油渍 细细擦去 小灰居然就这么 一动不动地 任由小欢摆布 说起来也怪 除了主人鬼力之外 三眼灵猴 似乎只对其他少数几个女子 有些许的好感 至于将周一仙 野狗之流 似乎他从来就看不顺眼 擦拭完毕 小欢将丝巾放在一旁 目光向酒戏冲天趴着的鬼力 看了一眼 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小灰伸了伸手 抓了抓头 支支支叫唤起来 同时手臂挥舞 可无奈 在场的众人大眼瞪小眼的 很明显是没人听得明白 小灰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停了下来 忽然猴子伸手一只小环 险些戳到小环的脸上 小环吓了一跳 旁边的野狗盗人身子欲动 以为这只猴子野性难逊 不料却被了身旁的周一新 一把拉住 野狗一正 向周一新看去 周一新低声说道 看看再说 这件小灰此刻指了只小环 然后身子忽然就在桌子上 翻了个跟道 跳到了桌子中间 口中只吱吱乱叫 对着小环比划着 接着 双手从上到下 沿着身体做曲线状 小环愕然 旁边的周一新 却皱起了眉头 呃 女人 小灰是连连点头 接着 一指那个扑倒的鬼力 随即双手捧心状 口中是支支压压 叫唤了几声 忽然 身在向后边一倒 整个喉身 直挺挺向后倒了下去 啊 小心 小环的话音未落 这件小灰表演太过投入 忘了这只是一张不大的桌子 自己刚才蹦蹦跳跳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桌子的边缘 这一倒下去 就听着扑通一声 顿时掉到了桌子底下 小环这又好笑又担心 连忙起身查看 但是搜了一下 猴子已经从地上 重新的窜了上来 双手急地 咧着嘴 对小环笑着 小环看三眼猴子 似乎并没有受什么伤 这才放心 伸手摸了摸他脑袋 小灰的眼睛眨呀眨的 望着小环 小环沉吟片刻 又看了看鬼力的身影 转头向周一贤说道 爷爷 他这个是 难道 是他被一个女子所伤 以他如今的道行 和鬼王宗的势力 放眼天下 可没有几个女人 能做到这一点了 是青云门的水月 要不就是 魔教合欢派的三庙 一旁坐着的野狗道人 突然开口 我看不像 嘿 你说什么 居然敢说老夫 说本仙人的不对 野狗道人却不看他 一张狗脸上 浮现起了奇怪的表情 望着那个扑倒的身景 慢慢地说道 以我所知 他不是那种 把胜败看得很重的男人 再说了 他身上也没有什么伤 哼 那是你道行和人家差得太远 若是如你一般 只会棘手三脚猫的道行 打一场败一场 自然对胜败看得很轻了 天天说到 胜败乃兵家常事 野狗道人大怒 正欲反驳 小欢在旁边瞪了一眼 提高了声音 好了 别说了 周一仙和野狗 这才同时住口 但仍然怒冲冲对望了一眼 小欢想了想 随即点了点头 似乎是做了什么决定 然后 对蹲在自己面前的猴子说道 嗯 小灰 你们先跟我们一起走吧 什么 小灰还没反应呢 周一仙和野狗道人 却是先喊了出来 声音之大 连远处的何老板 都吓了一跳 怎么了 野狗道人有些结巴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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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愁的太多呀 只怕会有麻烦呢 我都不怕 你怕什么 野狗道人默然 但是他旁边的周一仙却不干了 我们又不是开善堂的 你 你干嘛整天收留别人呢 他不是别人 他在死则里救过我的命 而且 爷爷 十几年前你骗了人家采购水运的事 你还记得吗 野狗道人一正 周一仙却是老脸一红 哎呀 十几年前的旧账 你翻出来作甚呢 啊 啊 你记得就好 反正我不能看着不管 小灰是冷横一下 说吧 也不理会爷爷 转过头去 照看鬼力 将这个男子身子轻轻翻转过来的时候 一股酒气迎面而来 小灰皱了皱眉 却只见那张熟悉的脸上 双眼紧闭 眉头却皱在了一起 不知是不是 就算在醉酒的时候 他也在伤心 小灰默默地看着这张男子的脸 忽然心头略过那日 在死则之外 这个男子走到他算命的摊位前 低声说的那么一句 你长大了 周一仙自然不知道 孙女此刻 心中突然有些胡子乱想 但他就很清楚 自己只怕要多了一个大大的麻烦 如此之下 他心情哪里会好 恨恨转头 瞪了鬼了一眼 哼 老板 算账 何老板连忙跑过来 客官 您不多坐会儿了 多坐 本仙人坐一会儿就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再多坐 还不得给麻烦烦死了呀 谢谢客官 四千银子 周一仙嘴里边咕弄着 才从怀里边拿出银子 忽然 旁边的小灰窜了过来 却把身后背着那个大酒袋拿到身前 对着何老板不停地挥动 口中吱吱叫个不停 周一仙 小桓等人都是一正 不知道这猴子在搞些什么鬼 倒是何老板 和这猴子相处了三日 多少知道一点 此刻眉头这微微一皱 呃 你是不是要往这酒袋里加酒啊 小灰大喜 拼命点头 咧嘴而笑 周一仙等着恶然 过了半场 小桓是咳嗽了一声 掌柜的 你就帮他加 加点酒吧 何老板大为高兴 连忙是应了一声 回神拿酒去了 说起来这大酒袋 为时极大 随着酒水的灌输 酒袋渐渐鼓起 但那个何老板 倒了两坛子的酒 竟然还是没有倒满 小灰在一旁眉开眼笑 周一仙却是忍无可忍 再也顾不得先人身份 跳起来怒道 哎呀够了够了够了 砰的一道黑影当面飞来 周一仙这时候有了惊艳 一听声音连忙躲开 果然是小灰 直接丢了一个菜盘子过来 就听着砰了一下 砸到了地上 四分五裂 周一仙还带再说 呼呼呼的 桌子上的盘子 这接二连三 被小灰丢过来 他这左闪右臂 也顾不得再说什么 只是那个何老板 却见一个个的盘子 清脆的碎裂之声 顿时心痛不已 再看酒袋 其实也剩下不多 连忙说道 算了算了 剩下的一点酒钱 算是我奉送的 奉送的 猴子老爷呀 您就别丢盘子了 这位 这位仙人 你就算两坛子的酒钱好了 啊 小灰这才助手 周一仙停住了身子 大口喘气 口中咒骂 却是不敢再靠近那只脾气 暴躁的三眼猴子 小环笑了笑 从那边转回了目光 重新回到鬼力的身上 却不曾注意到 身旁很久没有作声的野狗道人 此刻也从旁边盯着鬼力 眼中渐渐闪烁着 奇异的光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